這個傷害不太一樣 對 100x105 我覺得對選手來講這是有點困擾的 因為對我們來講大概沒差嘛 因為我反正也不知道那5%差在哪 但他們應該有差 對 他們一開始可能就會計算 而且計算的那種誤差值應該真的是1 2%以內 就選手的實力是一定做到這樣的事情 但今天來到了5% 就到底會不會死的這個狀況 其實你會開始有所猶豫的 說不定你感覺可以殺了 對 就是你先提前計算這個5%的傷害進去 你覺得可以殺了 那最後可能差了可能20-50滴 對 那也是有問題的 另外還有提到的是 所有英雄的治癒量也要減少15% 就是你可能本身是一些 略帶回血性質的角色的話 是沒辦法用的 直接開始了 直接選好角了 那最終的話 左邊是一個光盾點燃 右邊是一個閃現點燃 由CoreJ的加羅 對上了右邊是Micky的九頭 我現在看到加羅 只會知道他種草那個草會大四次 我只知道要換物配啦 對 因為真的我們站起來 欸 阿怎麼把弓都按掉了 蛤 哎呦 這下面是BAN的角色 蛇女這個也是很OP 然後珊娜 阿卡莉 然後坦肯齊 漢莫丁格跟飯 飯倒是比較特別喔 我覺得漢莫丁格這一次應該也還好了 因為沒有100隻兵以後 漢莫丁格就沒有那麼強嘛 對 因為你吃兵基本上也沒有太大好效果了 前期就稍微推一下 但後期的影響力確實是降低了許多 我們那也是看到了有點類似了 跑掉深淵的樣子 就是你是從三等開始 身上也有1400塊可以直接買裝 不斷的碰撞 而且其實珈柔開始爆推 上方的話是戰鬥的血條喔 哇 那這裡其實跟LPL的明星賽 不知道大家有去稍微看了一下嗎 他們應該是打同一個地圖 對 差不多了 上面的血條其實也是一模一樣 左右兩邊的一個圈圈呢 那個不是那個就是機械人大戰的那個前面開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就是有一個標誌 不是 那應該是擊殺數量吧 對 擊殺的數量 對 就擊殺兩次就會亮兩個燈 有點像是格鬥遊戲的這種亮燈機制 哇 推薦的速度異常的快 這個酒桶如果真的要殺到的話 要一閃度喔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是他不知道扣的就是把光燈按掉 對 他怕上去然後一個光燈的護盾吃掉 計算錯誤的傷害 那剛剛提到這治癒的效果減15% 也確實讓歡樂時光 酒桶的被動其實也有所限制 不過一來一回的Q 有回血的效果還是比較強 另外提到的是這次有治癒包可以拿 這個治癒包也是全新的騎車 拿到治癒包之後就是往前一套直接打殘了 而且這一次的那個治癒包其實他會給一個效果 是你吃掉治癒的效果之後 然後你在對目標造成傷害之後 會有額外20%當前生命值的適性傷害 所以他其實是會 就是加強你不僅是補血 你還會加強你的輸出 對 所以剛剛Mickey做得是非常正確的 就是他在吃到的瞬間在傷害增加的同時 直接給了一套的傷害 才會看起來是有這麼爆表的一個效果 我怎麼感覺這個Goal這隻的血量 他在等6 不太妙 9總在等6 這裡加羅不回家嗎 他這裡我感覺 一次就會死囉 9總6等的話直接一手炸 沒閃現有光盾炸進塔裡也是消失的 要回了要回了 回了回了這裡真的不能再動 9總這邊一定要自常攻擊 可是他想殺他有機會殺喔 1進來過去就可以殺 不過就直接炸有光盾開起來了 他沒有選擇一下 閃現過去1點燃 我感覺他閃現過去點燃 可能就死了 對閃現過去1點燃普攻應該會死的 過去閃現點燃 這點燃的傷害 我計算得完美 擊殺了第一次Mihi 閃現點燃才是最佳操作 他剛剛 還先喝一口酒 看起來很像要秀 就是閃現過去按點燃 閃現點燃 DF一起按CD一起算 這個效果直接對面 措手不及 看這隻 而且擊殺人以後好像會拿到一個一次性的巴龍的recall buff 所以說他現在回去是比較快的 就等於是你 因為 現在的這個 單挑地圖是回程 就是你死掉的時間固定是15秒 對 所以如果你原來還給他8秒recall的話 對來說也有點虧 這個時間來回拉扯 就是在殺到人的同時會有一定的優勢 這個Quad就是先買了這個吸魔劍 這個你要怎麼殺人啊 他是要等縮圈養花嗎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加魔的這個大絕 然後加上了花的那個攻速加成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強的 他想在那個花圈裡面做最後的搏鬥 所以現在你就算殺了一次 但縮圈之後 我殺你一次我就直接贏了 對 而且他這個 我覺得他這個蠻有想法 你看他縮圈以後 圈越來越小 被迫人家靠近他的時候呢 Quad就是這時候直接在地板上丟一個花 對不對 Mickey就進不來 沒錯 結果Mickey反正丟一個大直接把Quad炸走 炸出那個圈外 遊戲直接結束 雙方要拼搏一點小小的心機了 這個地圖就 在我看來 有個比較小可惜的地方 是不是沒有時間的 對 他沒有告訴我們 現在還有多久要進縮圈 但大概 大概啦 大概會是在10 11等左右 對 這個時間 就會結束 這裡的話一開始是3等 如果照著正常等級 但是你可能9等的話 差不多也就已經 快了 10分鐘左右 對 就時間快到了 吃個果實 Mickey還在繼續的補血做拉扯 等待自己的技能轉好 這裡的召喚式技能有轉比較快嗎 因為這樣如果你 對 有 這邊要跟大家提一下 這召喚式技能冷卻是 少40% 我包酒又炸了 Mickey已經雖然沒綁到 但就是一套點燃下去後 逼出光盾 CoreJJ反身也交出自己的戰法 等下一個EU Core真的其實沒辦法 跑不掉啦 這可不叫安全啦 手上捏著一個大桶子 一巧槌 普攻 肚子 兩次的擊殺 讓我們恭喜Mickey 哇 這個Mickey 首先證明了這個EU 大語NA 雖然你是韓級的這個選手 但畢竟之前還是在TL打比賽 代表著北美的這個屬性 先被Mickey給送了下去 感覺這個加樓在前面是有點 所以就是這一波 我覺得他這波是太晚回去了 所以他已經被打到有點慘 對 後續的拉扯 這裡還想稍微走一下 但殊不知 他這時候還不回家 真的有點調皮了啦 這也是 在今年才有辦法看到 就是閃現帶來的奇效 因為之前的單挑幾乎是不帶閃的 對 因為之前的話你 之前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打穩 就一百隻兵嘛 對 所以你通常就帶什麼虛弱光盾 就是你完全是 你碰上來我就拖 對 你從上來那我就 我覺得這也是看得出 有沒有虛弱的差別 對 就從這種一波的角色 如果你虛弱到他的話 其實傷害量會差非常多 沒錯 像一般我